以下文章獲作者馮希乾先生授權轉載至馮希乾十三圍道 標題為《如何不失霸氣地預約被捕》 前日赤柱監獄老人案三男一女被告今日提堂 控以非法禁錮、襲擊和危險駕駛罪 整件事最匪夷所思的 我覺得不是懲教長官的春風化雨式的勸道 而是四個疑犯的特別搶人技巧 綜合媒體報道和警方的說法 我始終搞不清楚疑犯的心路歷程 這種奇案的背景大概是這樣 被老的女侍主姓金,32歲 丈夫因為危險駕駛而在赤柱服刑 她和有黑社會背景的本案主佬 一個37歲的男子阿基已經認識了一年 警方形容兩個人是朋友 今個月初,阿基要求姓金的女子 介紹匯款去中介,協助把50萬元匯去中國大陸 後來那筆錢就不逆而非 阿基於是就懷疑金女有份吃甲棍 知道她會探監就帶人在監獄外埋伏 當時阿基一看到金女落小巴 就合同黨合力將她拖上客貨車 結果就罵出了這種在兩岸三地都響了的大案 大家都只是留意懲教人員的金句 先生不要打架 但就沒有什麼人提到疑犯說了什麼 原來那兩個懲教人員試圖干預的時候 疑犯曾經反過來賀子 不知是否因為這句理直氣壯的警告起了作用 才令兩位長官爭不起來 作為第三者 我的確很難量度一個人應該做什麼 不應該做什麼 但是憑常理 專業收數佬無論是怎樣性急 都不至於會走到監獄外面追債 更無理由光天快日之下 肆無忌憚將債女佬走掛 你這樣做簡直就是和特區政府 處理國歌法的手法預出一切 擺明不是想解決問題 而是要搞大件事 總括來說 這種赤柱監獄老人事件 我覺得折射了今時今日香港某些的特殊狀況 根本就是社會縮影 第一 它某程度上反映了香港人才流失有多嚴重 屬中無大將 廖化作先鋒 似乎連專業收數佬都疑了問 黑社會才被一群笨賊 用這麼荒誕的手法去追債 第二 祖國永遠都是你強大的後盾 事件緣起是與內地收數人有關 到底是誰收了個50萬元呢? 收款人是不是又是很有勢力 疑犯自覺後台夠硬 氣焰才這麼囂張 糾膽在太歲頭上動土 在監獄門口追訴 甚至乎喝釋掌官私人事不好搞呢? 第三 兩個懲教人員之所以不敢太進取 背後或者也有令人戀心的理由 他們心中可能疑惑 狗膽在監獄門口大模大樣抓人的 會不會是國安人員呢? 被人抓的女生會不會是危害國安的恐怖分子呢? 兩個懲教長官實在很難以第三者角度 去評估眼前的綁匪是否正在執法的伙計 第四 今日香港很多事都是難以解釋的 據報導 疑犯將客貨車停在監獄外面一個小時 車牌號碼開城報工 做事給政府官員更光明磊落 如果以結果為目標論 橫體電體這群疑犯的目標都不像是追訴 而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預約被捕 這四位綁匪的行司 便就如美國官員同樣不能以常理去揣偷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